来看法题新闻 国家能源公司一名退休职员 涉陷在4年前诱导一家包装公司的代表 缴付6万5千令吉 作为减少国能追讨10万令吉赔偿金的条件 今天被带到槟城北海地庭 面对三项欺诈罪 不过被告否认有罪 根据控状 64岁的被告阿米然 被控在2006年5月24号到6月8号期间 在大山脚博达镇国能大厦停车场 诱导包装公司代表 分别缴付1万、2万和3万5千令吉 这能减少因为干扰、改装或损坏国能电表 而遭到追讨的10万令吉赔偿 继而抵触刑事法典第420欺骗条文 一旦罪成可被判最少一年或最高10年监禁 罚款和编持 另外被告也面对三项交替控状 只被告在同样的日期、地点 以国能公司名义行骗 抵触刑事法典第417诈骗刑法条文 罪成可判最高5年监禁或罚款或两者监失 不过被告全盘否认罪状 法官准许他以1万令吉保外 并交出护照给法庭保管 案件则定在8月26号过堂 警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